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怎么了 女友则回答道 明天要出山 周末之前可能回不来了 男主安慰女友 出个差而已 不至于哭吧 女友则说对不起 第二天 女友离开了 男主看到隔壁老王带着一个漂亮女孩下楼扔垃圾 之后又看到两个外国女孩在隔壁老王家门前 然后又看到一大波漂亮妹子从隔壁老王家里出来 老王疲惫的从楼下上来 妹子们满是欢迎崇拜的眼光 然后老王对着这波漂亮妹子说 你们可以走了 男主一脸困惑 到楼下看到老王之前扔的垃圾 打开一看 都是罐头 上面写着美女罐 还画着美女的特征 之后男主回到家中填写简历 脑中却现任幻想 于是在确认隔壁老王家没人后 来到了老王家中 这时 有人回来 匆忙中 男主拿了一个美女罐和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上表示 要在罐头正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生出的美女就会照着名字叫你 但这个罐头上已经写了老王的名字 然后将罐头中的红色液体倒到40度的温水浴缸中 一定要盖好盖子 不然生出的美女会很害羞 之后 要灌好浴室的门 等待30分钟 等待时可以把房间整理好 制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样生出的美女会无条件地相信你是她的恋人 之后 30分钟过去了 浴室中有个女生 叫老王送一条浴巾过去 男主很疑惑地将浴巾递了过去 然后美女就出来了 并感谢男主把浴室寄给她洗澡 换好衣服的美女在用自带的手机联系客户 还说自己是理发师 男主更加困惑 这到底是怎样的设定 之后美女躺在沙发睡着了 男主偷偷抱了美女 可美女推开了她 并质问老王 你怎么可以这样 男主表示自己不是老王 还疑惑地说道 不是这样吗 美女就回答 不是所有女生都是这样 然后生气地离开了 之后男主在路上找到美女 表示对不起 并保证自己再也不会那样了 然后将美女带回了家 第二天 美女做了一碗意大利面 可男主觉得没有味道 加了好多盐 之后美女出门 说去学校 男主一脸疑惑 看了看说明书 里面有美女的出生地点 十斤 职业 这一切的设定就和真人一样 因为美女设定出生在海边 所以喜欢海 这时美女回来了 男主立即关了电视 然后男主带美女去看海 因为设定的职业实力发誓 所以美女也经常帮男主剪头发 之后两人彼此有了好感 一次在商店中 美女看到一个项链很漂亮 男主想买 但看了一下价格 犹豫了 美女则失去地表示 自己只是看看 后来趁美女洗澡时 男主又看了之前没看完的说明 设定表示 美女和男主相遇 是因为和朋友吵架 淋雨 所以才来到男主家中洗澡 看完后 美女的保值期定格在4月15日 之后男主看到美女腰间 有个条形码 上面写着4月15日 而今天是4月12日 男主决定买美女很喜欢的那个项链 而美女自己在家 又做一袋面吃 找东西时 发现自己其实是美女怪 男主回到家中 发现美女不见了 看到美女怪的光碟放到了桌子上 猜到美女知道了事实真相 离开了 男主想出去找美女 而此时 女友正好回来 女友说男主的衣服都湿了 于是男主换了干的衣服 这时 男主的腰间也露出一个条形码 日期是4月12日 换好衣服的男主和女友 说要出去一趟 于是在雨中奔跑寻找美女 终于在海边找到了 男主手中拿着那个项链 两人四目相对 这时 影片中 想起时钟的滴答声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不只是爱情 亲情 友情 很多东西都有保质器 一旦到了时间 有些人就会离开 有些感情 就只能回忆 可是人们 总是在要快要失去的时候 才懂得珍惜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